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生活是一杯清水 往里面放糖就会变甜 但是什么都往里面放 最后一定是难以下咽的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活着是为了自己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世界却充满无穷尽的诱惑 有些东西是带不走的 但是快乐的情感积累在心中 却可以陪伴一生 每一个年龄段 都有专属于的角色需要实验 前半生都在做那个 不断操劳不断付出的人 到了晚年 该放慢些脚步了 不要再给自己的内心制造垃圾 让浮躁的心慢慢地静下来 人到晚年 学会敬仰自己 万物都是在静谜中不断生长的 人其实也是 过于浮躁会错过很多生活的乐趣 人到晚年 要学会敬仰自己 去过依然自得的生活 世间纷纷扰扰 并不能每一件事情都顺遂心意 唯有提高内心的修养 才能坦然面对人生的风浪 一 放手 人老了 子女的事 就不要再插手去折腾了 学会放手吧 真的不必过度去管 他们的生活了 中国式的父母 把孩子当作手心里的宝 从穿纸尿裤开始 就一直参与着孩子的生活 就算子女们长大了 要独立飞翔了 也不肯放手 孩子是需要宠爱的 但不是宠溺 爱过了头会起反效果 父母会累 孩子也会累 你永远无法代替子女 在这个社会上生活 总有一天 他们要独自面对 儿孙自由 儿孙福 不要过度去管 他们的事情 懂得放手 给儿女成长的空间 同时自己也可以 清静一点 去追求适合老年人的生活 孩子长大了 会有自己 对生活的理解 俗话说 三岁一个代沟 有些时候 孩子的事情 不是你这个年纪的价值观 可以去理解 并帮忙解决的 管得太多 反而会遭险计 人老了 何必自讨固执 子女又属于 他们的人生 要走 你无法替他们操心一辈子 别操心了 放手吧 不要用任何借口 去约束孩子的生活 不要用爱的名誉 绑架孩子的进程 孩子也会明白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 无条件地为他付出 也会知道 父母的爱 到底有多么的伟大 受过苦的孩子 才更懂得 珍惜甘甜的滋味 人老了 子女的事 别操心 会更有利于子女的成长 人到晚年 学会对子女的事放手 不折腾 子女会变得更坚韧 而你的晚年 也会变得更简单 二 放下 已是迟暮之年 感情上就别再折腾了 学会以过去告别 与心里的人告别 于丹说过 该放下时 且放下 你宽容别人 其实是给自己 留下了一片海阔天空 今生的元起元灭 早就有了定数 爱情不一定会有结果 但是爱过 就应该知足 毕竟曾经留下了 非常美好的记忆 对于不爱你的人 你再怎么努力 也是没有用的 感动了自己 感动不了别人 活到晚年 也甘许会放手了 让自己的心 得到解脱 有一种爱 叫做放手 放过他 也放过自己 爱你的人 不会让你苦苦等待 不要让自己 卑微到尘埃里 爱而不得 也许从一开始的 相遇就是错误的 人到晚年 没有充足的时间 去弥补遗憾 人都是要往前走的 活在过去 只是把自己囚禁起来 得不到解脱 又怎么开始新生活 学会与爱而不得的人告别 与过去告别 不再折腾了 才能真正地放过自己 放过自己 惆怅已久的心 晚年才能过得平静 三 看开 幸运大师说过 不忧不惧 惊紧奋发 是窃病第一两方 不排不惧 放下执着 是除脑第一秘诀 人生是个 做减法的过程 生命在不断减少 精力在不断减少 最后不过是 尘归尘 土归土 这时间你留恋的 遗憾的 都带不走一分一毫 人生并不值得 自寻烦恼 生活中不可避免 会发生不顺心的事情 但是再大的事情 都会在时间流逝中过去 思虑太多 折磨的是自己罢了 烦恼本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赋予了它重量 让它压在心头 让人喘不过来气 做人的最高境界 就是拿得起 放得下 过去的已然过去 未来还未来 当下的美好时候 不需好好享受 却思前顾后 最后只留下一声叹息 人到老年 不如就让过去的过去 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 善待如今的自己 你将会发现 人生可以每天都很快乐 人到老年 一定要有一个好心态 学会平静地接受 坦然地面对 让阳光照进心房 让所有的烦恼 都冤枭云散 别再为难自己 人生短短几十年 拼也好 混也罢 都是瞬间 不指责 不抱怨 给自己一份乐观 给自己一份平和 慢慢变老 我们要更加地爱自己 就应该试着 过着自由 轻松 自助的老年生活 友善玩水 一样天年 充分享受自己的 西洋人生 人生的最大追求 是快乐 人活着就是要追求快乐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就是活一天 乐一天 乐一天 赚一天 只要我们平平淡淡 慢慢变老 用最美的心情 过好自己的六十岁 以后的日子 就一定会发现更美 更红的夕阳 人到晚年 学会放下那些 烦心忧愁的事吧 别折腾了 人间走一趟 快乐最重要 看开些 才能看得通透 活得舒心 四 当你老了 别折腾了 敬仰自己 人到老年 不妨把年龄当个数字 保持一颗不劳心 每天只想着 要做的事情 把自己打扮得漂亮 潇洒 过得轻松 快乐 人老了 饭量也减了 花钱的地方也少了 对物质之类的追求 更平淡了 这个时候 唯一所追求的 就是身体健康 内心平和快乐 如此才能长寿 才能越活越开心 莫伯桑说过 人生从来不像 意想中的那么美好 也不像其意想中 那么坏 人的一生 不会 没有波澜 有遗憾才是 真实的人生 静意已修身 不去想那些 烦心的人和事 把时间都花费 在提高自身修养上 痛苦的生活 和优雅的老去 要学会 做一个智者 心越简单 日子才会越放松 不开心的时候 总会过去 不如意的人 也不会再回来 慢慢人生路 都要靠自己一步 一个脚印 继续走下去 或者不是为了 寻找负担 每个人 不论是在哪个年龄段 都有权利 去追求幸福的生活 当你老了 就别再折腾了 学会对烦心的事 看开 放下 学会对过去 对爱而不得的人 告别 学会对子女的事 放手 六十岁之后 深知生命很短 要享受悠闲的年纪 快乐地活好 现在的每一天 要看开 看淡 看远 真正懂得 活着就是幸福 快乐地活着 你才能拥有幸福 人啊 到了一定的年龄后 要学会看淡 过慢生活 约上三五好友 在水池旁 享受惬意的下午茶 感受 田径的午后 忘却匆匆的车辆 和密密麻麻的 高楼大厦 感受慢生活 带来的健康和愉快 失去的就是失去了 就算时光倒流 也不能改变什么 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 至少在最后的最后 我们都成熟了一些 六十岁之后 余生要淡定 从容 健康而幸福 怎么快乐 咋样过 做一个乐观豁达的人 不宜物系 不宜己为 少一份忧愁 多一份快乐 少一丝欲望 多一些坦然 晚年 学会敬仰自己 生活 才会过的 安逸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 富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 我们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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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